是醫政的一個社會問題 必須要由第三個勢力來解決 你看今天的主辦單位 陳文辰 陳主席 這是勇氣 可是如果今天你就是在台北開個醫院 明天你就沒有個機會了 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看一個社會的問題 我從事三十幾年來的一個社會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那麼多外面的醫生的朋友那麼辛苦 你會是看到他們在做什麼 就在傳承民間的醫道的傳承 今天的生命的現象不是只有做醫術就好 醫術都不錯 台灣的第一流的學生 醫學生都做醫啊 可是為什麼沒辦法解決社會問題呢 台灣的法律的律師 醫師都很好啊 為什麼今天社會 政治 經濟 甚至於呢 很多人民要選擇的一個服務的機會 應該都是公平的 我也希望說這個論壇可以繼續辦下去 但是呢 我是希望說論壇就要有單元 比如說每個單元是屬於政策的單元 還是屬於呢 你讓人民有另外選擇的機會 人民現在很無奈 當你感覺到癌症 感覺到一種醫療方面的 認為你是某一個什麼類似某一個症狀 心裡的恐慌是非當事人 沒有人能夠承擔的 家屬的恐慌 但是為什麼不能正面的來探討 一些好的 一些真正的長期研究的一些民間的醫者 他們雖然不是醫師 不是在公醫的醫症之下 考上醫師 我相信呢 有很多的很好的長期在 皇帝念經 像劉憲平 劉老師 哇 他太棒了 長期在傳統醫學裡面的奉獻 那為什麼這些都沒辦法在政策 或者是呢 會生福利部中醫藥師裡面 佔有一席之地 就是因為醫政出了問題 醫政為什麼出了問題 就是一個社會問題 就需要有怎麼樣 由政黨來解決 社會的協會是為了自己的會員的福利 或者是發展 而成立了很多民族的各個波元式的一個社團 但是呢 民間社團還有一個就是社會問題 就不是社團可以解決 就是必須要用政黨來解決 如果是政黨只有兩個選項 三個選項 人民是最大的 是這個吃虧的 沒辦法伸張的 如果公益沒辦法伸張 那永遠社會就存在的問題 像比方說我們台灣的醫政 背景 現在還有兩萬多人 因為特考沒有考上 德魯倫什麼都不是 連做一個基本的推拿師都不可以 因為把推拿兩個字 列為醫療行為 醫療語言 你不能夠在街頭上畫一個牌照 叫推拿工作室 當然 我們當然有幸 能夠在2012年爭取到 衛生福利部中藥師的項目底下的一個 民俗調理的一個規劃 曉得個人 淺為衛生福利中藥師的傳統整合 推拿業者的 為我們的職能基準小組的成員 可是我們也很無奈 因為我們在開會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涉及到經絡 穴道 一些醫學名稱 它並不是 會要出去說要執行醫療業務 我們只是在健康失衡的狀態之下 如果能夠快速的把身體復原了 根本就不用浪費醫療資源 如果大家都普及化了 就不需要那麼盲目的 一定要先掛號 這兩天 台大醫院看看那個病患的問題 急診室 急到滿間都是 怎麼會像是一個已經開發中 國家的一個醫政的單位 這個都是社會問題 都需要各位的社會領袖 社團領袖 我們的小黨要發聲音 如果今天沒有發聲音 永遠2016年還是一樣 甚至於我們也不如對發中國大陸的醫政 中國大陸還把傳統醫學保護到很好 民間都可以自由論壇的 我們今天要是說 你沒有這些醫療醫政的任何的一些 畢業的學歷 或者是考上醫師資格的 你根本在台灣不可能成立一個醫學會 根本不可能讓你討論很多的另類療法 那今天我們的衛福論壇 我們想說開啟一個好的契機 讓新聞媒體能夠重視 而不是能夠汙蔑說 我們只是在宣揚某一個秘醫 這樣反而會被抹黑了 會被抹黑了 而我們要的伸張的目的 第一是要讓人民社會人民 能夠有第三種選擇你要走的路 第三種選擇的路 包括您如何保障自己的生命 保障自己的財產 保障我們個人的幸福 我們如果說能夠為了這樣走 我想台灣會再進步 明天會更好 也謝謝我們美主席 這樣的無功無悔的奉獻 你的所有的畢生的經歷 他也不是為了自己啊 健保連線 健保免費 免費的美主席 你們有什麼好處啊 有什麼好處 大家的好處嘛 是不是 在當有好多的正當主席 我們都要好處 為什麼 就健保 要免費 一定是大家都健康 對不對 那健保的預算 就減少了嘛 減少了 是不是大家都會免費 是不是 好 謝謝各位 那時間太少了 謝謝各位 謝謝喔 我們再次的感謝 黃老師啊 我跟他認識也多人喔 確實了不起的人 接著我介紹 再給他一個熱烈掌聲一下 我介紹幾個剛剛才來的貴賓喔 一個是我們那個孫博士 孫月翰博士 年紀這麼大 特別地名 我們這個會場給他很厲害 謝謝你孫博士 另外一個上官先生 這個人是 這個人是秒不及的喔 他爸爸已經上官 這個將軍喔 帶領到務 那時候在國共兩黨的製作 再一個就是十國黨 十國黨 你看 國黨一下 我們一位找國黨 這邊有托平 非常有本事 另外一個黨主席 習黨主席 剛剛沒有介紹 你不在喔 謝謝 謝謝 我把這個上官交給您 咕 各位衛兵 今天我們在這裡集會 共同研討 衛福的國事軍演 當然我們現在 目前國內有268個黨 我們必須要結合 更結合所有的團體 各社團的領袖 精英 理事長 中國人啊 每一個都非常聰明 十個人啊 九個聰明的 就一個笨人 九個聰明 分九條路 那個笨的 不曉得要跟哪一個 所以就分散了 所以這一點啊 需要我們從今以後 不管第三勢力也好 我們為了全民的健康 為了我們健保會的節省免費 為了我們真心靈 以及各方面的人體的健康 我們共同努力 共同奮鬥 為了這個 我們必須要制定政策 我們必須要早知自當人選 不管第七地位也好 不分區地位也好 我們要結合在一起 我們要找幾位 來在立法院的黨團裡面 能夠擠足輕重 後來我想各位 假如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提問 那我請在場 謝謝 好 謝謝主席啊 喂 我們那個 陳院長 郭主席陳醫師 還有我們來主席黃老師 大家以及在場的 諸位先進大家好 那後學是謝檢 謝謝謝簡單的檢 那麼一次一次的 演講的過程之中 後學非常驚訝於台灣 今天醫學界的這些高人 因為回國三年以來 後學馬不停蹄的 在台灣以及全世界的一個地方 奔波 希望能夠對台灣有所瞭解 能夠有所建議 我在國外十六年最後的一段 大約十年的時間 幾乎我是逐不出門的 我連手機都不會用 因為我的病患 從早上排隊排到晚上 那麼我的到七晚上 讓我忙到兩點才睡覺 那麼是因為上天跟我通靈 告訴我要回來台灣 然後告訴我 我們人類的醫學 已經要翻開另外一頁了 那麼因為這個職責使命 所以我回到台灣來 那麼台灣那一切 讓我感到非常的驚訝 一開始是政治場的這個冷漠 那麼接下來 才漸漸的深入了解 問題的根源在哪個地方 因為我在國外十六年 一直生活在那裡 因為宗教優勢 我們要把所謂的傳統的倫理道德 傳到西方人的體系裡面 所以不得不對 他們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了解 那麼今天在國外的成就 已經定案定下來的團隊 非常非常的龐大 今天是整個台灣人的驕傲 前幾年我想邀請美主席到烏拉貝利堂 那個時候我說吃素 吃素包在我的身上 但是背雞湯呢 請您自己出 美主席當時也很有興趣 那可是姻緣不巧沒有去 那麼我邀請了劉謙劉老師跟我同行 去那裡感受那裡的天寬地闊 身為國家主人 什麼叫做主人 今天人民擁有土地 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今天請問各位 我們擁有土地嗎 有 我們的土地被霸佔了 不是嗎 烏拉貝有個地方 叫做加歐波羅尼亞 那裡的人民 早期在那裡蓋了幾間房子 差幾百戶的國家 結果後來財團要進去開發 他們住戶說NO 可是事實上他們並不是住戶 他們只是早期先住在那裡 兩百多戶而已 可是他們的NO 他們不要政府給他們架設公路 不要電線 不要水 他們裡面去接天上下來的水 但是他們就要保護他們的環境 可是今天台灣的土地是如何的被開發 甚至我回國以來 去年他們要主張賣台電的時候 我們上去阻止了 主張賣中華電信的時候 我不在了 今天我們的手機系統 幾乎是全世界最複雜的系統 在美國當一個門號就四通八達 你無論怎麼打怎麼吃到飽 就是25塊美金 今天台灣的人口密度 你要做任何的這種基地台的話 是非常便宜的 今天台灣的醫療系統 看起來相當的完整 可是卻是非常的複雜 生活壓力 教育各方面 其實我們身為國家主人 沒有辦法 參理國家整體的規劃 因為事實上 我們今天已經喪失國家主的人 身分地位 回來以來 我去找過無神賦三次 這麼好的醫療 包括台上我們的黃老師 這麼好的醫療 包括我們都說這個陳修榮 這麼好的醫療 我們的郭主席所領導的團隊 這麼強悍的團隊 遠遠超過我正式的 任何的西方的自然力氣體系 可是今天為什麼我們台灣的洗腎能夠 是全世界第一 為什麼我們的癌症 我們的這種糖尿病 為什麼我們的健保 為什麼人民使用很準的次數 高出於西方國家的三四倍 完全都是政治團出的問題 所以今天希望我們在座的先進 我們能夠整合起來 可是一定要從最高標來整合起來 不是只是一個醫療系統 因為醫療只是民生主義的一款而已 今天是從民族主義、民權主義 都真的重大的問題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 好好的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在座如果有拿到的 原量醫學雜誌裡面 這是第一集 裡面有談到三民主義股前 憲法的政治結構的概念 那希望我們能夠了解一下 最後一分鐘的時間報告一個消息 我的研究是一定要成立的 歡迎大家來掛號來門診 這個診療免費 不是幫您治療 只是幫您用3DMI 這個證不認證的儀器 用觀念 用其他的輔助儀器來幫您檢查身體 然後您自己去找醫藥的方式 我們一起來推動 謝謝大家 謝謝獻儀器 非常非常謝謝獻儀器的一席化 好 繼續接受哪一位 有哪一位需要提出女人的 看法 有沒有新的看法 如何來整合 我是地球公益連先生教授 如何來整合 其實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政黨在這裡 每一個人其實都很辛苦 但是實際上 如果每一個人都回到他的心中 那才是最好的方法 我不是說叫大家信什麼教來拜什麼神 而是說 我剛才沒主席介紹我外星人 其實我不是外星人 而是我是在美國航太學工作的時候 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 看到我們人類要去探索宇宙 然後深深的感動 我把整個生命都奉獻給地球 去研究我們從何而來 所以從宗教上也知道 這個佛學說三千大清世界 很多或者說三十三天 聖經是告訴我們 耶和華 其實他就是降太空梭來到地球 我們從希伯來文講 Elohim Elohim就是從天上來的外星人 那我們的細胞 我們的DNA 就是外星人投資的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皇帝內經 很清楚的 各位回去一讀就知道 皇帝是趁龍而來 那是什麼龍呢 那個就是太空梭 所以我想各位回到我們的內心 讓我們大家在更高的層次整合 那才會有結果 這也就是今天我在前面告訴各位的 我收到宇宙的信息 我回到台灣 二十多年 將近三十年了 我把我整個生命奉獻出去 把這個偉大的宇宙救援 還有上天救援的進行 已經整合好了 這就是時代 要讓我們整個地球人 都進入五次元的豐盛時空 用光之淨化 水之淨化 五次淨化 來重建放地這個封建建築 讓身之淨化 心之淨化 靈之淨化 來把身心靈做整合的 他不是療癒 人是不會生病的 剛才這皇帝內經裡面 就有講到這個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 回到你的心中 讓大家不要在紛爭的世界裡面 進入五次元以上 人是不會生病的 就是這樣 好 非常謝謝帥帥國賜 這一集話 以後選擇西亞瓶的學智 幫忙 接受 因為大王五年四時 中間那一位 小姐在 剛才跟娛樂好 請問黃碧文老師 如果說糖尿病到底要怎麼 也要恢復正常 請老師解答 謝謝 黃碧病的根源 我剛剛已經有提到 黃碧病的根源是在品味 如果好好的就是 去暗柔皮 精華跟味精 然後給他拚下熱毛巾 長時間的這樣子做 他會慢慢慢慢的精華 好 減緩之後 到達他不能的時候 那時候你再來 陌生會再靠送你精 目前先把這第一層 你要很有耐心的去做 腳上一直到膝蓋的血海這一段的 可以幫你遏制住 就說停止他的惡化 還可以往回逆轉 那一段時間以後 你看那個指數的變化之後 再做更深入的處理 這個樣子就能夠解決 因為早在兩三年前 有一位87歲的媽媽 她到我們那邊調理 結果她女兒跑來問我說 黃老師 你們是不是會處理這個糖尿病 我說我不知道你媽媽有糖尿病 但是我看到她脾胃上很大的問題 我們是一直在重慮她的脾胃 她說難怪那醫生說 我媽不用吃糖尿病的藥 她說我媽指數全部正常 就是這個道理 是因為我們看到她的問題 是在那個部分 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會進來發便當 各位就是安靜 就靜靜的吃 然後我們再繼續討論下去 好不好 這個就是 就是等一下會不會進來 大家就都不要動 不要講話 就是 我想實際的關係 最後三個位要不要 好 好 請 各位 非常謝謝主席 還有那個美主席 先談談自己的感受 我跟美主席是很熟的 我跟您合作過 我首先想坐在台上的這五位老師 特別是那位女老師 有時候我們向大家敬禮 謝謝你們 來來來 來來在座的時候有朋友買 我都認識大家 好多人都認識 好多人都認識 好多時間不見任了 今天在一塊兒 我才弄得很好 留個端子鎖了一下 我們賽場的這些女會者 大概是不到兩百個人 大概都是我們這個黨主席來的 這是一種感受 我都感謝大家今天參與 我們能共襄勝利在一塊兒 非常好 現在我發現我有點感受 那什麼感受呢 就是我一來就有感受 就是首先看這個上面 這個上面寫得很清楚 中階西域的大學 中國醫學在起 這幾個字啊 讓我感覺到非常驚訝 而且了不起 因為這個發想就了不起 為什麼呢 我從來還沒看見過 我今天八十一歲了 才有人敢這麼想 敢這麼做 敢於向這個做一個挑戰 了不起 偉大 我贊成 我支持你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在大陸上 待了很長時間 大陸有一個 因為這個中階是一種尊重 什麼意思呢 就叫中階一結合 他沒有說要中階西域的發權 這個西域在全世界 就是了不起的那個樣貌 你要讓中國的醫學 像目前大陸上的經濟軍事一樣 學起 那是太不簡單了 假如能實現 那個老師啊 我中原做你的學生 就叫中階一結合 兩位 大陸有一個 好 非常感謝 好 繼續接受 後面的兩位 陸續走 大陸要出來了 好 各位帥尊 後面不提示啦 我也沒罵人 主席 還有 各位先進 大家好 我們是 直上時間學會的服務員 他是一個公益產品 主要是想請問 會自身的一個健康的問題 像我本身是肝炎的患者 那目前的應該說到之前的療法 就是不用那個 像惠粒 或者是 就是這樣子維持肝指數的藥物 那現在決定說就是 你用這個藥物 用那個電子的追蹤解釋的方法 那最主要就是想請問說 像面對B型肝炎這樣的那個 沒有辦法把肝炎病毒操作的情況 是不是只能用這種持續追蹤 就是癌症病毒這樣 合理相處的一個辦法 好 還會危險 是不是請 王醫師獲得是 您先進去做一個 謝謝 這位我們請華老師來外面 為他解釋 拜拜 B型肝炎很好 代言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 我這個東西 這個問題其實是可以從根本來解決的 他不是說你代言他就永遠要跟著你 我們因為身體是有自己的能力 當然在這個情況下 你自己的能力是不夠的 不夠的時候你要藉助什麼呢 你就要藉助經過的系統 也就是說你肝臟本身的力量 不足以排除這個B型肝炎的問題 這個時候你就要藉助你的經過系統 把能量從外面灌進去 把能量從外面回圈進去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曾經碰過一個案例 因為女性大概60歲左右 她是從出生就是B型肝炎代言者 然後呢 她慢慢慢慢地變成了肝炎 後來是肝硬化 那到她60歲的時候 醫生已經跟她說 你大概再過半年就變成肝癌 那沒有辦法逆轉 其實這個東西沒有辦法逆轉 是因為西醫拿不出方法 因為她不懂經過 她不懂經過的龐大力量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藉由經過可以把她轉換回去 那我告訴你最後的答案是 這位女士呢 她後來不但沒有得肝癌 而且她的肝指數比正常人還漂亮 那我現在在這邊告訴你一下 你目前可以保健的方式 就是腳上 腳上大拇指跟中指的中間這一道 大拇指跟食指的中間這一道 這裡呢有一個太沖穴 太沖穴是乾的圓穴 你從那裡抹一點油 去拿一個小的牛角棒 慢慢地滑它滑它 點壓幾下 但是不要過度 不可能損因為身會傷筋膜 筋膜反而會硬 所以你只要很適度地給它透氣 然後鋪熱毛巾或者是套腳 這樣子你長時間的下來 你就會發覺你的能量 從腳底灌進你的身體裡面 你的肝會有轉變 到時候你如果還要再根治 足以它的時候 你再透過美主席來找我 我再告訴你在怎麼樣處理 因為它有的時候是發展是複雜性的 好嗎 好 接受最後一位的問題 有哪一位要嗎 好 那個 我還會跟除你 有哪一位要 我還會聽到 我還會聽到 你現在 你說 你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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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沒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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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 你現在 OK 我講一下好了 我對你家來講 好 最後一位請問回答 好 各位長官 各位參與會的 夥伴們很高興 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參加 中國學在一起 我個人非常從上中逼 因為我小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是 聽那個上帝創造宇宙畫幕 就是供應這麼多的食品 這麼多的美好的植物 動物 魚類 都可以讓你吃 我就很喜歡吃這些東西 那有一天我是覺得 我個人 我的家主 我媽媽她從上中醫 她活到八十九歲 我爸爸從上西 很喜歡開刀 動不動就開刀 她活到七三歲 我的口婆她有高血壓症 後來也是透過中醫 民間的方法治療 活到八十九歲 從以上家族的經歷來看 還是相信西會比較短瘦 相信中會比較長瘦 那我個人呢 也是來自實踐家專 卻共鳴的學生 我是家政專科畢業 因為我們珍堂煮菜 七點西餐的 所以很愛吃東西 那我是床上食物療法 那我請問黃小姐 食物療法是不是也算是中醫的一部分 不行 帶回家吃 我們的身體 接受食物 這是後天的 那我們的身體呢 它在需要循環正常的狀態下 它接受食物是可以完整的 但是當你的身體出現一些狀況之後呢 你想要用食物去把它導正 說起來是比較難度高一些的 但是又不是說你 你這麼的吃法呢 其實對身體是有幫助 但是要去導正這個疾病 它是有一些難度的 那我的認為就是說 把身體先疏通了之後 這個食物的能量 就能夠完整的發揮 所以這兩個是相互相成 而你把經過都疏通了之後 你的食物卻是糟的 這也是不行的 所以這兩者是要並行 並行不備的 是這樣的 好 非常厲害 那還有一個問題我要問 最近整個台灣動亂關 很多的食物 很多的事情發生 也導致人民的心動 常常恍恍恍恍的 所以是憂鬱症 自殺率非常的高 那我非常痛心 生命是很服價的 也很可貴的 但是每個人都在浪費自己的生命 隨便自殺 隨便什麼 然後有一些不良分子 火災 搞了很多的混亂 那我是覺得說 如何在十二個精脈 我們整個心理的精脈中 去找尋量 你每天會很快樂 你的情緒會很穩定的精脈 來修救我們這個健康 因為心理往往是 導致心理的疾病 所以心是很重要的 心念也很重要 心態也很重要 我想請黃醫師 我發覺你講的真的是很棒 非常的棒 我想在私下會請到您 你真的是融被貫通 而且是點到的 都是像比命運 命運師還厲害 我個人很崇拜 從敬禮 不能說崇拜 因為在第一次見面 太懺悔了 那我想說您告訴我們 是能讓每個人在 因為我今天來這裡看到 校網比較少 都是有優異的眼神在聽講 然後有一些 比較不愉快的發言 也產生的 這表示大家心情 不是非常的愉快 如果讓我們的精脈呢 哪一個精脈 對我們的心情會比較愉快 還比較心通 讓每個人 大家都是充滿了笑容 讓這個世界也是充滿了放樂 好 謝謝您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這個中國醫學裡頭都給答案 心煮喜 心臟的動力夠的時候 這個人是喜樂的 這個人是快樂的 但是我們現在人呢 常常會因為過度的飲食傷了皮 皮煮濕 濕呢 就常常會過度的憂慮 過度的思考 然後遇到傷心的事情 他會擴大這個傷心 所以說 你剛才的問題呢 把心臟跟皮臟都處理好的時候 這個人其實是很快樂的一個人 因為他不會去過度的思慮 那他的心又給了他足夠的氣 去接受一些美好的事情 所以皮精跟心精 是讓一個人 心情平靜快樂的一個重要的血液 那今天更感謝主辦人 急創這個會 因為剛剛兩位同時起手 好 謝謝您 好 還有軟會長 最後一位了 好 Tanny White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過幸福生活的潛力 但是你靠一個人是不容易的 我們先給美鳳總召熱烈的掌聲 今天要怎麼幸福 請大家看 你也可以跟我比這樣 幸福就是這樣 全世界的標誌 OK 欸 中國講無山不成立 無山 這山就是傳體嘛 中國傳體力量 一路走來 我看美鳳總召一直在為大家在努力 這個力量一定要理解起來 像2016這個力量應該產生很大 那我自己現在去年規劃一個 怎麼樣幸福 其實幸福就連線就好了嘛 那麼簡單 就是團體大家有愛的連起來 所以我現在叫做全球幸福大連線 大家一起來連線 好不好 對 這樣你就會幸福了 那剛剛在場有很多前輩嘛 其實真正的幸福 我們來到人間是要幹嘛 要懂得做的 瞭解你自己 你是最棒 你是天生的第一名 媽媽是我們 是跑第一名的喔 不要忘了喔 那有兩個計劃很重要 你活著的時候要生命花光 讓你愛心花亮 那要想辦法跟美鳳總召 跟前面在場的所有前輩一樣 要營造更多健康幸福家族 這是我們大家所要共同努力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 跟我們一起比這個幸福標準好不好 OK 你OK就幸福了 當你的手這個眼線沒有連起來 就是沒有連滿就不幸福 最後沒有送一句話給大家 健康才是財務 沒錯吧 但是 你看出門 車禍的 說是有狀況 每天不在 活著才是禮物 希望他好好的活下去 好好的活下去 你要好好愛自己 愛別人 要生命花光 愛心花亮 歡迎選手找我 我叫對對先生 剛剛那是帥帥教授 我叫對對先生 我太太叫雙雙小姐 雙雙對對 祝大家萬名無貴 好 謝謝兩位 我想今天是第一次的大結合 好的開始是成功禮拜 下一次我希望 免主席能夠繼續 請免主席來 魏尔明將 贏錢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大家都有的 我下一個月就要去開招了 白內障 請問白內障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治療 謝謝你 太多白內障了 白內障的問題是在肝 中國醫學講肝開竅於眼 好有一天呢 有一天我的兒子問我說 媽媽聽說葉黃素可以治療眼睛的一些問題 我這個時候就跟他說 你去查葉黃素是從什麼物質裡萃取出來的 就在這個時候他在查 我就開始跟他講第一點 我說第一個 肝開竅於眼 眼睛出的問題找肝 第二個 中國醫學又說了 肝組綠 綠色的食物補肝 就在這個時候他查出來 媽媽那個葉黃素是從花椰菜跟波菜 深綠色的植物裡頭萃取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從這些事件裡頭可以知道 中國醫學把什麼事情都給我們鋪陳好 擺在那醫病的道理 醫病的方向 而我們卻讓西醫引領的我們 去走了這麼多崎嶇 而且不達目的的這個 他所研究的葉黃素 也不過就是一些補充這個的物質 但是呢 我們的醫學早就已經超越了這個層次 告訴了你根源是在肝 那白內障呢 是肝 肝裡頭有組織硬化 肝裡頭有組織是硬化狀態 所以才會出現白內障的這個問題 那必須把肝的問題活絡了之後 白內障就可以根治 但是呢他必須要一些時間 因為到達了白內障 已經是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我對你的建議就是說 其實你開白內障呢 有些人是覺得他把那個東西拿掉了 你暫時性的會覺得蠻舒服 這個也是可以的 這個是不排除 但是你必須要注意的是 你必須保肝 怎麼樣保肝呢 我剛剛跟內衛先生提了 離型肝源的代言的內衛先生提 也就是把太沖穴 用個小棒子給他輕輕的這樣推啊 油之後去敷熱毛巾點好 泡熱水餃 他會把力量從你的肝肌給往底頭推 這個樣子你就可以肝裡可以得到一個部分的疏解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 你們自己做起來最簡單也最容易的 這樣子 好非常謝謝黃老師的這個提示 假如等一下有其他的問題 私下來問 我們現在請梅宏主席來報名總結 我們這個場地 六點鐘要完全盡空交給他 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現在只剩下將近二十分鐘 說我講了幾分鐘以後 我們大家 五十分 五點五十分 好五十分 我們大家等一下 就是我們講完以後 大家就是 全部都到外面去 我們到外面去再講好不好 那照相啊 然後幹什麼 沒有沒有 我不大喜歡 我到野島會 這種東西不重要 照相不重要 我們要照到外面去照 對不起啊 不是 所以照相要花時間 浪費時間 如果不浪費時間 我們把這照相的時間 來聽黃老師都講五分鐘 我還覺得比較好一點 對 各位 所以說 各位 今天一看各位的反應 就曉得這個是成功的 對不對 我們每個月一次好不好 好 我們每個月一次 我們把他因為半月段 讓越多人都來講 好 我們可以分幾個場 想聽黃老師的 想聽張主席的 我們分幾個場 看怎麼處理啊 我們 但是我們 最 我們健保免費連線 最最珍貴的 就是黃老師 為什麼 因為他一個人把全世界西都幹掉 他是我們健保免費連線的 衣食父母 我們未來可不可以執政 就靠黃老師了 否則人家問你說 你說西醫不好 那你試給我看啊 一句話就把你打個打死啊 說為什麼我願意去幫他洗地 我願意打他司機 我什麼都願意幫他幹 為什麼 因為他是我的衣食父母 各位兩點吧 所以說 所以說 黃老師對我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也認識很多可以治病的 可是 很多治癌症的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都可以治 但是能夠像他講那麼清楚 能夠像他那樣子 把所有的癌症 所有的病 能夠講那麼清楚 而且望著一看就那麼 我 因為我們健保免費連線 我們研究也研究過很多醫學 像他這種段數的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至少我沒看過 我沒看過 所以說今天各位 我寫那篇文章的時候 會不會還有人笑我說 怎麼可能 我一百歲還要去坐飛機去旅遊 我寫那篇文章 大家很多人不相信 可是我眉封有個好處 我從來不講講話 很少很少講講話 我講的話都很實在 都是我經過我很多研究 得到了結果 所以說 今天這麼開始 其實咧 我們辦這個活動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不是為了治各位的病 真正的目的是要執政 執政以後 治全中國 治全世界的病 包括各位的病 只有我們執政以後 我們就可以做得到 而我們很可能執政 現在此謝謝各位 偷偷幫我堅持到底 我們今天辦的 讓我覺得很窩心 很感謝 謝謝各位 那我們現在準備萬里了 謝謝 謝謝